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华东方那次吃饭 鲁曼蒂 鲁曼蒂 你还记得那间餐厅? 当然记得 美知年餐厅在顶楼很漂亮的景色 当时你提醒我 我才记得是做body check 是呀 是呀 都六七年前的事了 这次也感谢你 因为我竟然竟然放假 因为AIL Asia 它现在有 direct line 在布吉岛 那我就觉得 不如回答一下假 因为疫情之后 我都没回过来 第一时间就是找我们的泰国通 多谢你 我很多人都请教聪哥 聪哥 聪哥就介绍了一间很漂亮的雷索 给我 Villa的雷索 那我就导了一个人的物业 你说是导物业 那间应该是一些物业酒店 是一些情侣二人 我们一伤去住 但你就是 James和何明生一起住 是的 自己和自己导物业 其实也不错的 你可以游泳水晒在太阳 是很温的 环境又漂亮 真的是一落 如果现在疫情完了 其实大家都要考虑回来泰国 我自己觉得泰国 特别现在多了这么多 即是Budget Airlines 要 direct fly 它连Chin Mai Bangkok和布吉 都要 direct fly 其实消费真的封建有日 你介绍给我那间The Shaw 即是Katatani 那间The Shaw 其实它最便宜的房间 不是海边那间 即是Gardenville那间 这样两千元左右 海边那间才是三千元 很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早餐很丰富 很丰富 你可以吃了两个小时 那间人又不多 因为它全部都是V纳 整个山头都是V纳 是的 这间我之前在冲泳泰国 曾介绍过 在我的YouTube频道也介绍过 我在冲泳泰国之中 应该 我不记得第几集 我和冬妹妹在那里 我又可以扮结婚的 我睡到一个水中教堂 漂亮得不得了 很正 很正 又扮了天福盒 神奇女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里的环境是很漂亮 很值得去住的 是的 而且晚上就会去夜市 因为卡塔的夜市 其实很近 是的 你猜不到 原本大家都是去巴东 因为我小时候 看冲哥的书 那时候看书 看那本书 看书 介绍是去巴东海滩 现在其实不需要去巴东 卡塔的这么小的海滩 夜市很大 很多东西 泰国在这方面 我觉得 它的夜市的经济 就发展得比香港更快 可以这么说 因为 它的游客对象 除了有 亚洲人 也有很多西方游客 西方游客 他喜欢泰国 更有的原因 亚洲人 譬如某些地方游客 可能还有一点害怕 他们怕鬼 但是西方游客 不怕的 不怕的 也不会有这个负担 这种的障害 特别是 我见到今次最多 就是 譬如说最多 就是韩国人 韩国人真的很有趣 他们下水 是戴上太阳帽 长袋 防晒组织的 即是怕曬黑 是的 因为我们没见过游泳 有什么游泳 太阳帽怎么游泳 他真的可以 那些奇观 大家可以学一学 韩国女士怎么防晒 戴上太阳帽 长袋 要游到的 是差别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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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酒店 那天被人打卡 他真的整个 肤肌肉都下水 头都不测 妆都不测 妆都不测 妆是很漂亮的 这个很有趣 还有很多俄罗斯游客 俄罗斯人一住 不是住我们 我们这些匆匆忙忙 住两三日 他们一来 两三个礼拜 三十个礼拜 所以对于 泰国的旅游业来说 这些外籍西方游客 都叫做一个强心针 有了他们的话 旅游业 总管某些地方 不是很多人来 某些地方又多一些人来 互相保卫 即是它国际化更重要 因为香港不同 因为香港主要是靠大利用的 是的 这里不是 这里基本上 四面八方 你看到是全世界的游客 所以始终我觉得 本身 这个城市是亚洲 已经是最多外国游客城市 我看资料下 它多过东京 首以香港 或者北京上海这些地方 因为它够国际化 是的 国际化 一个地方可能经济不好 其他地方都会照来的 是的 对 譬如今次又回到曼谷 现在曼谷的情况是怎样 我觉得市面第一 跟以前漂亮了很多 相比以前 以前我说的是六年前 因为我真的 不像葱哥 你是住在这里 上次六年前来这里 你在这里多了很多漂亮的大厦 譬如Central Embassy 那些对城 是的 很漂亮 很超越未来的风格的建筑 以及街道 现在是顶结了以前 以前我行住户屋 我就不太喜欢 因为地面不平 很容易 PK 不可以踏实地 不可以 你看着 下一步你会PK 现在平了很多 漂亮了很多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呢 都会水震 是的 譬如香港大家 前两天 上个星期 即是黄大仙都水震 是的 我昨天在那里下大雨 苏谷也会水震 是的 但是恨好也叫水震 也不叫水灾 是的 一时间水就退 像今天我来之前 都说 狂风暮雨 不不不不不不 那一遍就出太阳 但现在又美好的前景 是啊 很漂亮 而且这次现在 我们已经认识了 用Grab叫车 其实很方便 是我们上大陆 就是用的的速行 媒信 或者是高质地叫车 现在大陆,我们来泰国用Grab, 初途是叫车的, 车的问题是煞车的, 我发觉原来有一种方法是不会塞车, 要比车四倍便宜的, 他坐什么呢?连班车。 那你有带头盔吗? 有有有 那不就头臭了? 不要紧要, 因为我在布吉岛, 初途是叫车, 我发觉叫车的时间很久, 我去夜市,我就叫电单车, 我觉得很勇气的, 就是这样的年纪,一把年纪坐电单车在后面, 吹着那些风, 哇,很凉爽, 因为要便宜,他说40匹已经去到很多地方了, 是啊,是啊,是啊, 这个是太玩了, 我记得我坐这些电单车, 在N年迟坐在荒虹山军那里坐过一次, 还有很帅, 你怕不怕车车? 不,不,我像汤汤汤那部电影,背对背地坐, 背对背,就是这样的? 是啊,背对背, 拿着机器, 也有型的, 那时候是危险的, 别学习, 为了採访时,就出尽其谋, 因为背对背, 因为以前我们来泰国, 最怕是被人的士, 因为有些小部分不诚实的的士司机, 见我们冲冲冲那些会说泰文, 我说我不会说泰文, 他一听我的口音,知道我不是本地人, 他就把我摆了糖刀圈, 那现在你要抓住他, 方便很多, 就知道它的价钱, 而且今次你来这里, 你会觉得, 其实香港游客是少了, 还是多回来, 还是怎样呢? 我昨天去了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吃旁边的水龙街, 其实这个也是冲哥介绍给我的, 很多年前, 你的样子没有变, 都是那个样子, 你的嘴巴仍在那里, 他都, 尽心永远在, 是的, 狗紧的, 这个样子没有变, 都是这么英俊, 绿色那个样子, 还把你的英俊样子摆在门口, 因为我去到粉红色那间, 就卖光了, 即是很早卖光了, 绿色那个样子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 吃的时候, 前面左面后面全部都是香港来的, 这真是很难说, 即是百货买霸, 即是这间店, 往往在网上上网的时候, 有些人说, 怎样的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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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说到更差, 都依然有很多人去吃, 那每个人都去吃, 就是你的影响力, 不是这么说, 不关事, 那就死了, 那些人就说中复了, 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吃, 我觉得外面里吃的东西, 别人问, 我有什么必吃一定不好吃, 我会很难说, 即是必吃, 很多人口味不同, 即是我说, 这个多士好吃, 你可能觉得太甜, 那我觉得, 哇, 这个刚好, 那份量这么小, 也有, 即是在香港买鱼蛋, 40元一粒, 是不是, 烧买? 烧买, 20元, 接着他说是辣油, 辣油, 也有人说, 喂, 那些人说, 超贵, 这就是每个人的倒量行, 不敢说, 不敢说, 不过泰国的消费是超贵的, 昨天吃的水龙鸡, 整碟鸡就是50元, 接着饭就是40元, 很值得玩, 我回来, 即是, 你这么久一样东西, 我很想很想问你, 但又不太敢问, 到现在这个地方, 四夜无人, 我们两个, 心底话想问你, 其实, 以你当年来说, 作为一个桑莲的CEO, 你为什么愿意跳出这个comfort zone, 出来做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生意, 为什么你愿意放弃一个这么漂亮的境界, 出来自己拼呢? 为什么呢? 其实, 我和你的年龄层都差不多的, 是吗? 是的, 虽然你的样子很年轻, 很重要, 因为人去到, 你计算平均年龄, 香港平均年龄80多, 我们计算一半, 即是四十, 我们叫上半场就去了四十岁, 下半场就去了四十岁, 下半场就去了四十岁, 其实, 我和Wyman都说过这些东西, Wyman跟我同名的, 王蕙文, 他又说, 他介绍一本书给你, 叫做人生下半场, 人生下半场就说, 你前四十年, 你是在做, 当然追求成功, 追求金钱, 买车买楼结婚, 这个正常人都会做的事情, 下半场, 你是不是做回一样的事情, 那本书就说不是的, 你上半场追求成功, 下半场你应该追求另外一样东西, 即是中场休息, 你会让自己反省一下, 是不是继续, 买完林宝要买波子, 买完波子要买Tesla, 一直买下去, 你换一个方式就是, 追求另外一样东西, 他说要追求什么呢? 那本书的作者下, 就建议大家, 下半场追求, 人生的意义, 有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每个人都不同, 有些人的意思是觉得, 我要买个Villa, 躺在那里, 就是我的意义了, 或者有些人觉得, 我要做义工, 我一个朋友做了东非做义工, 这是她的人生意义, 那个女孩是做过高等教育的, 她放在银行的工作, 去东非, 帮边外资病人做义工, 这个就是她的意义, 她找到人生的意义, 那我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想了很久, 就是旅行, 就是旅行, 那我在Sony做极高层, 我假期, 很多假期, 我可以自己签名自己, 就是这样吧, 我平时会开工, 即是老日照开工, 我多一些假期, 我一年最多都是28到30日假期, 那你没可能, 365日都去旅行, 我要放自己, 一年有365日的假期的话, 唯有拿持, 我那时候是拿持的, 公司没有赔一毛钱给我, 因为是我自己走的, 即是, 我不是她炒我, 或者是退休, 我是没有拿到任何公司的好处, 那我拿持之后, 我就开始, 真是开始追购我所谓的意义, 那意义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旅行, 我就狂去旅行, 我就是一年, 就是365日, 疫情之前, 我是一年, 出旅行, 出十五到二十几次, 就是不停地, 真真正正的旅游大人, 就是贪玩而已, 就是贪玩, 就是这个令我到现在, 我都五十多了, 就是冲哥, 就是我们大家都算是童年人来说, 我是没有验券的, 就是去旅行, 有些东西你会验的, 就是你吃山中海尼, 去旅行, 去购买, 你都会验的, 我到现在的旅游, 譬如我去布吉岛, 来曼谷华, 我还没有验的, 就是简单来说, 譬如我自己来说, 在泰国这么久, 我都没有验真, 除了泰国, 还有世界各地, 那么多不同的地方, 你的月历, 据闻, 你去过的地方, 超过一百个国家, 一百三十几个国家, 是的, 竟真厉害, 有什么地方你还没去过? 有很多地方还没去过, 比如说, 伊拉克, 其实我很想去伊拉克的, 因为人类文明的发现, 是两个陆域的, 接着还有尼巴嫩, 其实都是一些不太稳定的地方, 也门, 又有恐怖分子, 这些地方我是很想去, 不过就, 始终因为战争, 或者恐怖分子, 不敢去, 就是安全都很重要, 除非我觉得到了最后, 就是想着, 都没所谓了, 这些人可能都会垮垮了, 就要去吧, 不过现在还有很多地方要去的, 我做个计划咯, 还有一些北吉尼斯, 我还有一些北吉尼斯, 我正在计划, 我想去那些中亚国五个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 那些什么坦物坦那些, 这个不单只是旅游, 但是旅游字典, 没有这么说, 那么多地方之中, 有什么地方, 特别难忘得很重要, 选一个特别难忘的, 一百三分之六, 其实真是很难忘的, 就是风景来说, 风景来说, 就是人, 当然有些地方, 泰国很友善的人, 或者去那些地方很友善, 去南美洲, 我自己就很喜欢南美洲,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前世是南美洲的人, 我去到那里, 觉得好像回到家里那样, 我去了七次南美洲, 南美洲在香港没有直达, 香港北美洲都有直航, 现在所有大洲里面, 非洲都有直航, 在南美洲没有直航, 南美洲我是很转接, 我是在美国转机, 或者是中东, 或者是欧洲转机, 所以去南美洲, 那我去完七次之后, 我印象最难忘, 就是那一次, 我看到我竟是哭的, 感动到流眼泪的, 就是玻璃维亚的天空之镜, 哦, 天空之镜, 我一踏上去那一段云, 然后地下, 你踏上去那一段云上, 因为那一段云, 它将整个云导演, 因为天空导演在地下, 它是一块镜子, 是一个湖来的, 因为你这一句话, 这一句形容之后, 不少一些旅游作品, 旅游的地方, 总会出现天空之镜, 天空之镜, 天空之镜, 这四个字, 是的, 真的很值得去, 我觉得, 你去到真的天堂之前, 离下地下这个天堂, 你真的可以, 在死之前, 感觉到, 原来天堂是这样的, 它真的像天堂那样, 你踏在云上, 你一步一步, 你走前一点, 你会感觉到, 你会见到, 你过一身的亲人, 或者是朋友, 很难忘, 好像我站在那里, 在那里哭, 感动得不得了, 当然, 很难去, 玻璃维亚, 很穷的国家, 很累落国家, 交通又极之不方便, 又高山范营, 就是, 趁着我们现在, 还行得起, 就要去, 如果年纪大, 都没有变大, 始终有三千多岁, 高原, 那说到, 天堂, 好, 譬如泰国, 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觉得, 泰国猛鬼不够胆来的, 那你去那么多的国家, 那么多地方, 有没有一些灵异事件出现过呢? 有没有想到我猛鬼呢? 我自己都是很正能量的, 一, 我是佛教徒, 我自己会练经, 那么, 我到现在, 我没有试过, 跟那些, 不同频道的人, 直接沟通的, 那我感觉是有的, 感觉是在那里, 不是睁眼见过, 我又没有阴阳眼那些, 那我感觉有过一次, 我最接近一次就是, 去大陆, 有一个地方叫做谷布, 即是孔子的家乡, 在山东散的, 那时还在做事, 那时还在做事, 那半夜, 就转移到一间酒店, 就是一个很乡下的酒店, 那他给了一间美房, 那我都不太喜欢的, 美房, anyway, 我一进渠向, 我开了门, 我去拿行李, 我一转身拿行李, 那门一声, 自己的衣服就在做, 嚇到我了, 已经是半夜了, 没有人, 窗都没有开, 那门一声, 被风突然吹回来, 嘩, 那毛管全部都凍起了, 风自动, 是的, 嚇到我, 要调房就调房, 然后他说, 楼下的房间近住卡拉OK, 很吵, 不要紧, 有人来做我, 我都想他吵一点, 我才睡得着, 那次最害怕, 那次晚上我也睡不到, 我才会觉得, 那些东西好像有一些东西要做, 純粹是感觉而已, 就是没有真正眼看到的, 就是没有真真正正是, 就是见过有鬼那种东西, 那来附近, 就是过去的远的, 天堂地獄都不说了, 我说, 现在有什么新发展呢? 来附近, 已经开关了, 是的, 一众的旅游大人, 都要很旺很多东西搞的了, 是的, 我现在来附, 就是帮台湾一个电视台发节目, 因为在疫情期间, 我都在台湾旅居的, 所以我都在台湾旅居做两年多, 因为是这样的, 你现在在这里, 你讲的那些好老的一个台湾, 但是因为在台湾的关系, 那我现在也是讲台湾的话, 因为讲台湾的国语, 那我在台湾最大两个人多吧, 现在也是开始帮台湾电视台, 拍节目, 讲国语的节目, 完全会用国语的, 用台湾的国语, 不是普通话, 普通话一整整整整的一样, 特别厉害的, 北方讲的谈话, 大陆的普通话和台湾国语, 香港人觉得好像差不多, 那问南话呢? 不是,第一部有的, 我不会说台语, 台语就很艰难, 是的, 台语就不会说, 不过我会说台式的国语, 台式国语和大陆普通话完全不一样, 你的字眼,用语,语调, 现在就是帮台湾电视台, 国语的旅游节目, 也挺好的, 就是学一下东西咯, 有机会给我学一下东西, 听过说, 你也是次来的团, 是吧? 接下来, 我是借你的频道, 我来说过, 因为我都要看聪哥的拜神团, 做得很成功, 大家看到, 拜神一定要来泰国, 跟聪哥的拜神团, 我现在来接下来做一支, 小小的那些团, 中初期间, 就去印尼的巴黎岛, 带着粉丝去, 包了一间很漂亮的闻话东方, 包起整间酒店, 我们包起整间酒店, 我们包起整间酒店, 就在那里玩一个中秋, 接下来有一些慈善的团, 我帮一个慈善基金, 叫做智行基金, 帮他做一些慈善的旅行团, 我们去云南探房, 他主要是帮助在大陆受外资病影响的小朋友, 也做了25年, 就是很成功的一个, 做这些扶贫工作的一个慈善机构, 果然是有意义的, 那你都不败当年, 离开桑林高薪厚, 出来做自己的事业, 打自己的天下, 我觉得冲哥也好, 我也好, 我们有机会做旅游这行, 其实我们算是很幸运, 因为我们做这些工作是好玩的工作, 我们看到冲游世界, 现在做到第九季, 冲游泰国, 冲游泰国, 你做到很专门, 我们初初做, 我都想, 哇, 狗鬼, 什么鬼都拍了, 你怎样找到新的地方呢? 就是拍到第九季, 第一, 始终这个地方, 第二, 有些地方是值得介绍给大家的, 还有泰国, 77个散府, 有时间拍了, 即还没拍完? 没拍完, 你怎么会继续那一团火呢? 因为有时候, 你做到第九季, 会不会, 说到没有听见, 滑了眼睛, 哎呀, 是这样, 这又不是的, 每次看到, 精神很飽温, 带着冬阴妹, 冬阴哥哥, 到处去, 很有精神, 唱歌, 没有的, 那, 那, 还要做一件事, 那你必须要爱这个地方, 爱这个工作, 那你才可以做得好, 下一次, 你根本就不爱这个地方, 哎呀, 随便吧, 作一份, 一份而已, 或者, 你根本也是偏做的, 那你根本的东西都不会好, 那因为自己喜欢这个地方, 喜欢这个工作, 那希望尽量加一些新的元素, 新东西下去, 就算我样子不漂亮, 那也穿得更漂亮的衣服, 那希望, 出来就叫做, 好好看一看的, 那中国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泰国, 譬如, 东南有这么多国家, 或者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为什么你当年就选了泰国这个国家呢? 我想, 这些是缘分的, 当时我, 九零年第一次踏到泰国, 跟团来的时候, 就已经不知为什么, 喜欢了这个地方, 那之后回到香港, 就已经可以, 独义上瘾那样, 整天挂着这个地方, 然后就去九龙城, 买一些泰国烟, 泰国洗头水, 泰国香水, 泰国食物, 就已经成为一个泰国, 是的, 是的, 然后就去学泰文, 那之后就, 是的, 还到今时今晚了, 是的, 那现在来泰国, 譬如说, 中国建议有什么新的玩法, 就是跟疫情之前, 有什么新的玩法推介给大家呢? 其实新的玩法就没什么, 因为泰国始终是一个, 来时曼谷都是吃米玩, 享受的地方, 就是你有没有必要, 听完哪个旅游大人, 甚至何行, 沙场水, 吃碗河粉, 或者, 乘狗自车去吃饭, 我觉得这个没需要, 第一就是塞车, 第二就是说, 大家说得这么好, 去到是不是这么好呢? 最重要就是, 随遇而安, 最重要是, 在你自己的范围, 去活动就可以了, 就是等于一样东西,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对不对, 等于我, 可能我自己的思想本身都有问题, 比如我去日本、 当今才算了, 好, 像书瓶那样, 你买以资金, 是的, 是的, 不是, 这个是由此, 我看你很多的作品, 介绍很多很多地方, 但是, 心想, 算了, 在附近算了, 随遇而安, 你总会有一些新发言, 总会有一些适合自己的, 譬如跟着, 哪个哪个, 去到, 坐两个钟后, 去到哪个, 是的, 是很正的, 之后, 你来回, 可能没有了五六个钟后, 那你, 那你, 是的, 你只有那几张照片留为纪念, 是的, 是的, 就是等于这个银山温泉, 是的, 很漂亮, 我也想去, 但我上网看了所有资料, 哇, 真是, 很难去的, 很难去, 而且, 冬天是不能够住的, 是的, 因为它落大雪, 像个童话世界那样, 是的, 它点了一些煤气灯, 是的, 哇, 真是漂亮的, 这个我也很想去, 但问题是, 你, 不能够住, 山长水月, 拍照都要够回来, 那怎么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辛苦了, 那些辛苦, 尤其是, 懂得有些达人, 帮你开路, 帮你联络, 帮你订阅的东西, 你强了有兴趣, 但是我跟山温泉很熟, 因为我去过很多次, 聪哥有兴趣去山温泉的话, 那山温泉一定会欢迎你, 多谢,多谢, 有些地方, 虽然我说, 那么远很难去, 但是有时, 人生, 怎样都要去一次, 譬如这个银山温泉, 我觉得, 是超丽的, 哇, 但也是那句, 等于, 一样东西, 泰国有个地方, 很漂亮, 很漂亮, 一片五云海, 在曼哥那里, 要成六七个中海车程, 那里上面, 有很多小型的酒店, 它不稀罕你的游客, 那些游客, 你不用来的, 你只是想住一晚半晚, 你不用来的, 通常泰国人去住, 在那里扎营, 或者一些咖啡店, 最重要的是, 那些小酒店, 早上起床, 一片雲海, 漂亮得不得了, 但是, 你不去住, 那你去做什么? 那你去住, 你有房子给你吗? 没有的, 除非就会认识别人, 所以, 我透过泰国, 安排了, 接下来, 应该可以去到那里, 住到那些酒店, 那就可以, 真的在那里住一晚, 两晚, 一早五点钟起床, 打开, 哇, 云外千锋, 就漂亮得不得了, 那这些, 是必须搭到那里, 才可以去到, 你不搭路的话, 是的, 我特意, 一早四点钟, 包车上去, 然后, 人家就在房间, 打开门, 你呢, 就和一群不知什么人, 一起在那里看, 那看完之后, 就把车上去, 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 就算了吧, 正如, 银山温泉, 打一次, 真的可以搭路, 讀到酒店有什么, 那当然要去,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看片子算了吧, 对, 看了一些通过的片, 那如果, 那如果, 那我们来了泰国, 看了通过的节目, 除了, 银山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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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特别的地方, 你有没有什么, 秘境, 就是, 你收藏了的, 没有在电视机上讲过的, 在这里静静地告诉别人, 是没讲过的, 不是没讲过的, 即是, 接下来我出来泰国狗, 一半天讲过了, 那我会有一个, 考驿的地方, 考驿的地方, 在曼谷, 没有飞机的, 开车大概是, 三小时之内, 向南, 上面, 那边, 那边, 很多曼谷人, 就会去度假, 因为天气价是清凉的, 还有, 很多很美的, 很大的, 美得不得了, 那我刚刚去, 迟了, 也是在 Intercontinental, 一间新的酒店, 就去, 买了十几二十部的火车, 的车卡, 装装成为酒店的房间, 我最初以为, 这是用木铒的, 道具报警, 不是的, 是真的, 下面有料到的, 那些有车车, 车械, 那些都在里面, 改造得很美, 是很豪华, 我觉得, 人生必须要住一次, 那你下次去的, 是真是美得不得了, 哇, 可以说, 想心乐事, 尤其是, 那天的晚上, 基本上, 那些都放在三棱野嶺之中, 在三棱野嶺之中, 在三棱野嶺之中, 哇, 真是, 很梦幻, 很棒, 你又完全不怕, 会有些, 山叉来, 开你的门, 因为, 火车里面, 那是框来的, 这个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怪兽是没有, UFO也没有, 所以, 那个感觉是, 很舒服, 而且, 配套都很好, 甚至是用火车改造, 例如, 洗澡的水, 水力够厉, 或者, 水够热, 而且, 洗澡的水, 不会流出去, 去水都做得很好, 是的, 曼谷的五星酒店, 较为旧的, 你洗澡的水流出去, 整滩水, 是的, 但是, 这一棱野嶺之中, 绝对不好, 所以, 很高推荐的地方, 其实, 都很值得去, 很多风光明星, 很多位置都很美, 有机会都可以去试试, 给大家留意, 在我们的葱油大国, 那些九季,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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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我打算再来, 如果, 不要, 他有这个问题, 他有犯网,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应该都可以的, OK, 再来, 真的, 好事多忙, 是的, 可以用泰文讲一次, 什么, OK, 好, 再来, 可不可以用泰文讲一次, 那个, 什么, 什么, 叫, 叫, subscribe, like, 和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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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为赞, 好好的, ぜひ, 目前leich对于 exhale, ق如ий, 还、 拓众 要 ah